上禮拜有提过那个黑名单筛选这个范例 这个范例其实非常简单 逻辑要查的 那黑名单在这里 中间这个是黑名单 里面有大概两万多笔记录 就是说 等于这个也许是一个网络公司 它里面的一个资料 然后最后呢 你老板希望说呢 查询结果就是说 在这个查询的名单里面 它有在黑名单里面出现的 请你帮我把它怎么样 把它放到这个黑名单的结果里面 有的话呢 就放一个 放一个 OK那一时内推 所以如果你今天呢 当然你希望快的完成这件事情 其实一个按钮按下去就可以了 不过这个按钮是按下去没有了 因为还没写 那我们要怎么样 可以完成这件事情 其实当然基本的思考方式吧 不外乎 当然如果你完全没有头绪 或者你不会写VBA的人怎么办呢 只好就是一个一个来 这会跳出那个连结 OK那这个会跳outlook 那也就是说呢 需要用那个 如果当然你没有更好的方法 你可能用什么 用常用里面有个寻找 寻找也取代了 不过假如你用寻找也取代的话 你变成你要做五千多次 才能够把这件事情解决 因为你要find这个里面有 有的话再call过来 那这五千多笔的可能一天里面 应该是没办法完成的 但是如果说你这件事情 是每天都要做的话 那以后你就把这个程式给写完之后 这个问题就解决了 但是问题要怎么样来做 会是最快的 当然方法很多 而且这边是跨了工作表 所以将来你们要考虑到的就是说 因为前面我们的范例 大部分都是单一个工作表 那这边的话会有两个工作表 那工作表会需要注意到一个 物件名称叫序词 前面好像我们在消货单里面就有 因为你要把结果放在 明细里面的话 那这个地方的话 就会需要切 那用什么方式来做最快 基本上有几个方法 不外乎就是把这个怎么样 然后让它去查 查什么 从第一笔到最后一笔里面 去查查看 如果有出现的话 那表示说它是黑名单里面的 你就找到之后的话呢 如果这个条件找到 为true的时候呢 那你就把结果什么 call到这边来 那如果没有找到的话 那就不call过来 逻辑大概是这样子 可是问题来了 用什么方式来跑会比较快 当然基本上 你们要把这个问题解决之前 你要去想说 其实前面讲过就是 如果要查询的名单里面的 那我们一样一定会需要查的东西 一定是什么 跑一个回圈 那回圈范围一定是什么 for i 等于第二列 有没有 一直到a2或a1 向下侦测 也就是每一个都把它抓出来 去比什么呢 比黑名单里面的这个范围里面的资料 对不对 可是好特别注意啊 当然你也可以一个一个一个慢慢的比了 不过你会发现了 如果说你今天黑名单里面 假设说你从第一第二第二到最下面一列全部都比完的话 其实总共五千多比 再乘上两万多 两万多比 那这个可能要跑非常久 才会有答案出来 所以有个方法就是说 第一个 你可以先把黑名单里面 全部怎么样呢 串接起来 有没有 前面不是有一个叫 我们在那个百家系那个练习里面呢 我们是把所有的email信箱全部串接在一起 对不对 那你串接在一起之后 你就把它放在一个变数里面 那将来呢 你就怎样 把这一个里面的值 跟你串接之后里面 串接的那个变数相比较 就比那个什么 比串接之后的那个 这个全部串接之后的那个变数 如果里面呢 有什么呢 有这一个email信箱存在的话 那我就把结果写到这边来 OK 所以大概知道那个逻辑了 只是说要怎么样把程式写出来 这个可能是需要注意的 那可能会需要拆解几个地方 第一个 先把黑名单里面所有的这一些有没有 全部串接成一个 前面应该有吧 百家系里面有没有 把从黑名单里面的这个范围 全部把它串接成一个字串 第一个 第二个的话呢 再到查询名声里面呢 把这个储存格里面的词 跟黑名单串接之后的里面比对 那这里的话 需要多学一个函数 这个函数的话 常常用到 就是说我想要知道说 某一个字串 就是这个email 跟另外一个字串相比较 如果存在的话 那你要告诉我 它是存在的 OK 那要用哪一个函数 这边的话呢 可以在开发留言里面 你们可以找一下 就是在那个上方 有一个这个visual basic环境里面的那个问号 那我 我之前也跟各位讲过 里面其实都有很多答案 那在那个第三个 123 程式语言参考里面 画面先借一下 程式语言参考里面呢 你们可以看到一个函数 函数里面 有一个专门做查询的 叫instreet 就爱开头的 instreet instreet 其实蛮好记的 instreet 就是在这个什么 字串里面有没有存在 instreet 这个字串 这个函数呢 它的主要用途就做什么 就是说呢 instreet之后刮糊 它会问你说 start是中刮糊 表示可有可无 通常我们省略 然后呢 第一个字串的意思是说 也就是说你要找的啦 其实应该是指的就是什么 那个最后合并起来 那个黑名单 第二个的话就是它的关键字 就是那个 在黑名单里面有没有 某一个字串存在 所以基本上instreet 你一个什么呢 等于一个文章 或者是一个 一个合并之后的 一个大量的一个字串 然后要找什么关键字 其实都可以用instreet来做 ok 然后找到之后 它要回传告诉你什么 有存在或没存在 或者是告诉你什么 它现在找到的 那个最先出现的位置 也就是它告诉你说 在这个字串里面的 哪个位置有找到 那当然其实有找到了 那就我们主要是要找 有没有而已啦 所以很简单 如果有的话 那我就怎么样 把这个email信箱怎么样 call到这个 插讯结果里面 把它call过来 所以这里的话 我想各位 先试试看好了 那这个地方的话 当然我这边有分成 一二三三种方法 不过第一种 就是我刚刚讲的 一个一个慢慢比对 太久了 因为之前按下去 可能等了半个小时 结果都还没出来 所以因为比太久了 所以用第二种方法 第二种方法就是什么 黑名单全部串到 再跟查询名单里面比对 用哪一个 用int3的函数 比完如果有找到了 那就把结果 找到那个 放在查询结果里面 大概的逻辑是这样 各位先试试看 如果可以的话 当然可以写得出来最好了 如果写不出来没关系 我会再帮各位解答一下 那这个是额外的题目 当然因为其实还蛮多的范例题 都在云端白板里面 各位其实如果有兴趣的话 可以在上面找找看 其他的范例 可以也许没有还没放上答案 不过如果你对哪一题 比较有兴趣 你也可以跟我讲 下上个礼拜 有同学就提出来说 他对那个 有一题好像专门在查 从网路上抓资料的那一题 我好像没放在这里 就是说按个按钮 他会自动全部把网路上面那个股票下载下来 自动放一个工作表 那个范例的话 我再看看 如果可以的话 时间因为今天是倒数第二次了 还有一次 所以其他如果有兴趣也可以再玩玩 这一题是黑名单筛选 逻辑非常简单 请各位先试试看 等一下我们把这一题稍微讲一下 那讲完这一题之后的话呢 今天还有那个预定的进度 是那个地址合并那一个范例 所以如果这一题讲完 那我们就继续来看那个地址合并的这个范例 那这个逻辑很简单吧 反正如果说 其实你会发现光这一题 就非常可以明确的知道说 如果你会VBA跟不会VBA 这个结果差距太大了 这个你用土法链钢 或者你没有用VBA这种方式来做 哇真的会做得很辛苦 那有怎么做 等一下再来看好了 我先试试看